在喝酒的时候有没有法医清态的可预见性 就有 好所以下面的这个例子 如果你踩例外说会不会构成一八五之三 会 可是上面的这个例子 就算你踩例外说还是不会构成一八五之三 原因是因为在于说 我们如果要用食物见解的那个十九条第三项的前提也是 行为人在精神状态正常的时候 有法医清态的故意或可预见性 好下面的那个鼻子的注解的例子 他在喝酒的时候有预见到待会自己会开车 可是上面的那个例子 他是在失眠状态下小酌几杯 一个人都要睡觉了还会跑去开车吗 应该是不会的 好所以如果他真的是喝到猫了 无意识状态下跑出去开车的话 那个连法医清态的可预见性都没有 还记得我们在原因自由行为的时候 曾经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船长 不是船长 就是老船员他在那个船上喝 那个因为感冒喝老酒加姜之后去睡觉 然后睡到一半因为他的同事之间吵架起来砍人 还记得那个案例吗 当时我们就说如果是那样的情况 他一样也会没有原因自由行为的适用 因为他一样对于法医的侵害没有可预见性 好所以这个是同样的 再一次跟你重复而已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20页这边 构成要件 行为的前提是 服用毒品 麻醉药品 酒类或其他香类之物 那这里所谓的其他香类之物是指呢 这个类似的这个毒品麻醉药品呢 足以使人产生意识不清 然后影响生理反应的这个药物食品饮料 那还有试醉成分的感冒药呢 到底算不算呢 那这个部分呢 有学者是认为说呢 这个感冒药 此类的感冒药吃完之后呢 会使人意识不清 因为其交通安全 所以是属于呢 这里所称的其他香类之物 但是呢 学说上挂号二有认为说 所谓的其他香类之物是指呢 限于呢 类似呢 这种是一个非正常使用物品的方式 什么叫非正常使用物品的方式 譬如说呢 我把它呢 这个强力交拿来吸食 或者是呢 我去呢 服用这个迷幻药 或者是吸食那个汽油的 那个挥发性物质等等 让精神错乱 这种不是正常的使用 但是吃感冒药是一个正常的 日常生活的使用嘛 所以除非你是将感冒药 加入酒类 或其他麻醉药品当中 让那个药效呢 更强烈 然后导致你自己精神不正常 否则的话呢 就没有本罪的使用 好 这个是这个真一点 那另外呢 黄文贤老师对于这一点 他有提到说 任何可以危及到公共安全的 不能安全价值 应该通通都算在内 因为啊 我们第一款 他是规定说服用毒品 麻醉药品 酒类或其他乡类之物 所以如果像是疲劳驾驶的话 会不会构成 不会构成 好 如果是疲劳驾驶 不会构成 但是黄文贤老师就认为说 疲劳驾驶一样会造成什么 不能安全驾驶啊 所以他应该也是属于呢 这里所谓的 其他乡类之物 是属于这里的其他乡类之物 有一点类似的这个 有一种这个类似的这个情况 所以应该是应该要符合这里所谓的乡类的情况 好但是很明显的我们目前的除了酒驾这个除了这个喝酒之外了都是一样要服用的这些物品不包含呢单纯的疲劳驾驶好所以这个地方呢仍然是学说跟实际上条文有差异的地方 这个服用感冒药到底会不会不能够好好开车 在台湾的我觉得还好 但是在加拿大你知道在加拿大看医生非常贵 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有健保 可是那为什么看医生还那么贵 奇怪有健保啊 但是看医生一次要60块 我想起来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加拿大的健保制度非常的诡异 通常呢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叫做家一家庭医师 然后那个家庭医师呢你要打电话去跟他预约 然后你就要跟他比如说我感冒发烧 我就打电话给医生说 医生医生我发烧了可不可以跟你约 好那我可能礼拜一打医生就跟我讲说 好啊那我帮你约 好那下礼拜一可以吗 我就说呃可是我烧到下礼拜一可能就会死掉了 然后医生就跟你说啊你烧几天啦 我就说烧第二天 他就说没关系那烧了三天之后你再打电话来预约 他跟我说烧三天没关系 我说哦好吧好那所以就经常呢 就算他觉得有关系 比如说我跟他说已经烧三天了 他会说好啊那我帮你预约下礼拜一 就是还过了四天后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常常就觉得说我都已经快要 虽然觉得不会死啊 但是可能已经什么快要变肺炎了 这样就一直狂咳嗽 但是医生家一还是不理我 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能自己去外面找别的医生 好可是你去外面找别的医生啊 如果你是用健保的话 你的那个家一会骂你为什么 因为那个会害家一被健保局那边扣点数 还是什么鬼之类 最后你就会被取消加一 他就会说那我不要让你加入我这个医生 所以我就把你取消以后你就没有加一 就很麻烦 所以我们就只能自费去看 然后一次看呢 大概要60到120块加币 乘以23左右 就反正我也不会算 只是更个小感冒而已 就要60到120块加币 好所以基于他很贵 然后加一又不理我们 所以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呢 就去去那个超市买感冒药吃 可是我们那个感冒药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要那个 就是让药效强一点 让每个人都可以用 所以我只要吃完那个加拿大的感冒药 几乎通常真的会处于一种丧失的状态 就是无法上班 因为上班的时候就在那边发呆 就是真的是无法思考 然后也没有办法开车 因为开车的时候会有点忘记 现在是踩加速还是踩刹车这样子 好所以我相信 那像那种情况啊 正常的服用药品 你在台湾很难想象啊 那个感冒药 在台湾感冒药我怎么吃 外面那些卖的那些什么 普拿藤啊 是什么吃一支 我都觉得没影响 哇跳跳这样 好 毫无感觉这样 可是真的在国外的你就会 我觉得他那个就比较像是给恐龙吃的 因为很大一颗这样 我真的吃过 欸我不懂为什么会有人要做那么大一颗 真的差不多这样子哦 这么这么圆一颗 是立体圆圆的 像一颗那个 小时候我们吃的那种 有一种圆圆的那个口香糖 你有吃过吗 很大一颗 就是咬一咬很像星球这样 咬一咬的那个口香糖 它就这么大一颗 我都觉得我快噎死了 这差不多跟弹珠差不多大 比弹珠再大一点点 大颗的弹珠 好所以呢 那个我就相信 真的是算是这里 我认为啊 它应该算是这里 其他香类植物 因为吃完之后会意识不清 好 那行为的形状 行为的形状 你必须服用这些东西之后呢 不能够安全驾驶 好 可是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里的不能安全驾驶 到底是一个构成要件要素 还是一个客观处罚条件 好 这个我们在客观处罚条件那边的时候 有把1853列进去 好当时我们是说行分会跟大家讲嘛 那现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是把它当作呢 构成要件要素的话 当然就是指呢 客观上你要符合不能安全驾驶的标准 那这个地方不能安全驾驶的标准呢 现在我们已经第一款有明文规定了 所以就是 酒测浓度达零点 呼气达零点二五 那如果是血液 就是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五以上 好 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 绝对不能安全驾驶 好 这个就是这个 好 这个相对不能安全驾驶应该 这个是绝对不能安全驾驶 那相对不能安全驾驶应该改一下 不是到零点五 应该是说低于零点二五啦 好 低于零点二五的情况呢 可能就是这里所谓的相对不能安全驾驶 好 那如果是低于零点二五的情况呢 我们就会辅助其他客观标准 譬如说 你会不会蛇行啊 会不会开车摇摆啊 有没有闯红灯等异常的行为啊 好 那以前我们去警局的时候啊 把那个警察坐相对 有没有不能安全驾驶 他会叫那个当事人经纪独立 他就叫你站在一个格子里面 好 然后呢 看你能不能够单脚站立 那我以前有遇过一个当事人 我快被他气死了 因为警察觉得那个地板 可能就是30公分乘以30公分的那个地砖 然后警察就跟他说 你站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 一直讲单脚站立 好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就开始跟警察录 他说你是说这一块 还是这一块 还是那一块 到底是哪一块 你要讲清楚啊 然后警察就说这一块 然后他就开始绕着那一块说 你是说这一块吗 我心里想说 不用测了 这就是一个笑诶 但是呢 他还在那边 经纪独立之后 他就跟那个警察讲说 我可以飞 然后就可以在那边跳跳跳 好 警察就说 好好好 你不用测了 然后我就心里想死定了 就应该喝到芒了 那他其实当时 酒策没有到零 以前是零点五五啦 没有到零点五 可是我觉得他已经是笑诶了 好 就是精神怪怪的 就这样 然后他就是叫他经纪独立 他就不站好 他在那边跳跳跳跳 他就说来 我们来玩跳房子 然后就跳一格 跳一格 跳一格 我就想掐死他了 那果然呢 他那个就有被认定是 不能安全驾驶 好 所以 有没有蛇行啊 有没有其他异常的状况 都是一个判断依据 所以你以后如果 酒策啊 没有过被抓去警察局 拜托你安分一点 人家叫你画什么就画什么 不要那边散办 还问警察说哪一格 好 那还没表演经济独立给他看 那21的上方 如果你是当做客观 当做构成要件要素 那当然就是说 你符合这个标准就可以了 然后主观上 你就要认定自己 有这个不能安全驾驶的状态 好 认识并决议 那21的上方那边 如果把它当做是一个 客观的处罚条件的话 就是只要客观上 有符合就可以了 那还记得 我们当时有跟大家解释 什么情况是属于客观处罚条件 就是说 如果你把条文上 这几个字遮起来 不看这几个字 只看其他条文 你还是可以认定说 是一个法益侵害行为的话 那这样子 这个条文 这个要件本身 就可能是一个客观的处罚条件 好 那同学你看 如果我把那个不能安全呢 遮起来的话 你看一下条文会变成怎么样 条文会变成呢 驾驶动力交通 各就有下来的情形之一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